1937年8月,洛川会议上,毛泽东警告慧众,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,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。 他主张八路军应该坚持游击战争,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。 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,南京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,凡事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,盖因用各种借口,予以推脱。 我当场听了张文天毛泽东的言论,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了,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到蹂躏,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,抗日烈火,也某有改变着两个自私阴谋家的心肠。